大家好 今天是8月16日 星期一 股市經過上星期四和星期五連續兩天反覆之後 今天是進一步受壓 我們先看指數 早市輕輕低開26點到28,365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而見到26,449 但沒有大作用 因為買盤真的不足夠 跟隨而來零零碎碎的沽額又再湧現 尤其是新經濟股包括騰訊 美團 阿里巴巴 都出現零零碎碎的沽額 使市況始終進一步受壓 直至下午大概3點15分左右 今天的指數最低是26,046點 相對上星期五 跌了345點 在技術上 在形態上 市已經是轉弱 因為上星期五 在收市 指數仍然是穩守 十天平均熱動線之上 稍後收市怎樣 我不知道 但有少少跌了 因為十天線暫時 在26,357點 正在坐水平 相對現在是大約 26,100左右 其實有些都是 跌了 感覺 在走勢方面 當指數一旦跌穿十天線 代表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這是此其一 第二 技術上 形態上 一旦指數跌穿所有平均移動線 形態 漸漸陷入一個反覆 育市低位的格局 我現在所說的低位 暫時來說 今個月2日的低位 25,743點 因為直到現在這分鐘 8月的股市 仍然是由2日的低位 25,743點 升到11日的高位 26,822點 問題就是 1079點波幅 仍然是小 現在都是月中 在8月份 剩下的交易天 在理論上 應該有更大的波幅點 比我們見得到 因為單單在 7月份的市 整個月都有 4,111點的波幅 今個月就算小極 沒理由去到1079點 理論上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 當我大使 跟10.20線 糾纏在一起的時間 就等變 如果走回到10.20線樓上 更加美 如果成交金額 夠壯夠旺 就試250線 但反過來 現在這分鐘我們看到的市 是走在 10.20線上 所平均移動線之下 即是 一個所謂的短期的反彈 可能暫時已經 初步見一見頂 這個我們要計算 由7月27的低位 24,748點的反彈 去到8月11的高位 26,822點 頭踏尾反彈了 2074點 這個幅度 不算是特別多 但相對一個只是反彈市來講 由於成交金額也不夠 這個波幅不算是特別少 所以 理論上 當大市進入了反覆不明 略為大遠 而且有少少市體的形態 大家就不要坦白買 你買100股騰訊 100萬股 100股阿里 100股美團 輸贏都是1、2000 問題當然不大 但最關鍵的就是 大部分的投資者 早前下跌當中 很多都是仍然 拿著首貨在這裏搜 當然收入上還有現金 但如果你一見低位 不斷買不斷買 你很容易陷入了一個局面 整首都是股票 由於不捨得輸 變了越買越多 越多越錯 情況就比較麻煩 你看指數已經知道 剛才我提到 24,748點的反彈 去到這個高位 8月11的26,822 整個浪 走了2074點 問題在哪裏 就在這裏 指數已經跌穿了10、20天線 可能過多兩天 10天都會跌穿20天線 形態就進一步險惡 所以變了 在現在這一分鐘 糾纏在這裏 尤其是成交金額縮小了 所以任何短線的部署 我覺得暫時來說 是等一等 看看好些 尤其是新經濟股 第一輪跌下來 當然是貪便 第二輪、第三輪 你不會覺得是貪便 你覺得這個股價 是會反復 而且還是大猶豫 大家好 今天是8月16 星期一 股市經過上個星期四跟星期五的反復 今天再進一步往下 尋找低位 我們看看指數 早段 恒生指數先低開26點到26365點 曾經一度輕輕地反彈到26449點 股市 股市沒有什麼大的成交 而且 估壓還是一步一步的出現 結果股市就在進一步反復 直到現在大概在下午3點10分鐘的水平 指數曾經一度在今天 之內 低限260046點 等於說在這分鐘 相對上個星期五來說 指數是回調345點 從走勢方面來看 股市由於已經是跌圈了10天線 那等於說現在 恒生指數是走在 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下 說真的 出現這個情況 就代表整個股市又再一次反復而不明 現在看起來 比較關鍵的支持 就是這月二號的低位 25743點 直到目前為止 8月份的股市還是從 二號的低位 25743點 上升到 11號的高位 26822點 當然這個月波普 只有1079點 問題就在 那裡 指數現在 資源是已經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等於說 整個走勢是反復而帶遠的 變成來說 比較具防守的支持 真的是要退守到這個二號的低位 這個很關鍵 因為一旦跌圈了這個低位的話 等於說另外一個防守的支持的據點 主要 下調到 7月27號的低位 24748點 其實一直以來 我就說 從那個 7月27號的低位 24748點 開始的反彈 只是一個 技術上的反彈而已 並不是一個 新的 聲浪的開始 也不是一個 中期聲浪的開始 因為從成交方面 已經可以看到了 一個所謂 中期的 聲浪的開始 是由 足夠的成交 不斷的推動 財務出現一個 大幅度上升的 走勢 可是 從過去一個星期看起來 真的是看不到 還有我們看看 一眾的新經濟 的股份 像成信 像美團點評 阿里巴巴 跟小米 股價都是 彷彿而帶遠 大家不要忘記 這世界 新經濟股份 在寒森水中 降的比重要 26%上 那等於說 他們一天 還是彷彿而帶遠的 對整個股市來說 一定有負面的影響 當然有一部分人說 友邦走勢不錯 惠弘也很穩定 另外91中一棟 也上升到 52塊以上 相關交易所股價 還是在 58塊錢左右水平 進行整過 當然 這四個都是 寒森水中 主要的成分股 可是他們加起來 也只是 22.5%的比重 等於說 只要 全信 阿里巴巴 美團點兵 第三者 稍微反覆而帶遠的話 已經可以對沖了 所以現在真的是要看看 新經濟相關股份 未來的表現 到底是怎麼樣 說真的 在過去 一段很長的時間 當全信 出現一個 調整 見底之後 資金就大批大批的 投放進去 股價馬上 能夠大幅度的反彈而抽身 可是現在已經看不到這個情況 明顯看到 資金對新經濟相關股份的 佈局已經開始比較保守了 再看看那個快手怎麼樣 1020塊手 股價在 創了上市之後的新低 在100多塊錢以上買進的 要是沒有做風險管理的 現在的虧損一定 比自己 估計為大的了 短期之內 要是做一個 短線長賣的 首先 千萬不要大手 也不要走得太前 風險管理 一定要做好 好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共用了 雖然用心 理由 雖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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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